9明月的第一个大那么大 morning 而有最富 And the most happy day 这是义克林乌克的 workloads 这边医ustered 克战区域 平面 祝福了 烧 değil議 not 臣 乌克兰士兵在赫尔松市区周遭的村落 屋顶上插上乌克兰国旗 拆掉俄罗斯国旗 甚至不同单位的士兵还能拿着国旗 意外在村公所会施 二军宣布撤离赫尔松市 乌克兰军队也越来越靠近市区 不过乌国当局人不相信 二军已经完全撤退 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二军还在赫尔松市区内 因为当地有四万士兵跟重型装备 想全部撤到核对岸 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乌军关户的当地村落居民 倒是十分高兴 因为过去几天荒炸激烈 现在乌军来了 炮火也平息了 乌克兰官方表示 乌军会根据勤资 而不是看俄国电视的官方声明来行动 美国也表示当地有众多俄军 尽管有看到撤退的迹象 但俄军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全部离开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